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風格 就是圍繞著中心轉圈圈 好那這個風格的話就是 我特別找一下Google 他是曼陀羅風格 曼陀羅就是說他是過程中創作是 可以視為一種朝新的人格中心產生的過程 那他本來是一種宗教冥想儀式 那後來他是 設定為向中間的圖畫往往 會知道最後可以反映自己心境 或者進入潛意識探索 好不管如何就是 我們只要知道曼陀羅風格就是圍繞中心旋轉 然後配合各種色彩 那這一次我的圍繞中心的 是 字母 好那我是採用的是 選取自己的名字然後填上不同的色彩 然後圍繞中心去做旋轉 然後再把所有字母去做堆疊 好那這個字母在堆疊的話 也許可能你 還必須做一點點就是類似裝飾性的線段 這會 轉起來比較 感覺比較豐富 那如果沒有的話可能就會像這樣子 就純粹字母去轉 好那以後 也許有可能你可以換字型 就是 轉起來那個花紋會比較不一樣 好那這個部分是 全部用同一個字型的字母做旋轉 好那旋轉的時候我們先把 文字打好 我們先把文字打好 好打好之後 對它按右鍵 建立外框 好就把字已經拆碎 然後再按右鍵 好 右鍵解散群組 把它拆開 一個字母一個字母拆開 拆開之後呢幫它做填色 可以在色票這邊 先設定完色票 之後填色 好填完色之後呢我們在 因為 你確定你要畫的地方呢 你就是 畫這個 橢圓形工具 先 按住SHIFT鍵畫一個正圓 好記得按住SHIFT鍵可以畫一個正圓 或是如果畫矩形就是正方形 好這個填完之後呢 只留外框 面積 不填色 好面積不填色 好只留外框 那我現在點了之後呢 兩下左鍵 縮放工具 工具箱上面兩下左鍵縮放工具 進來之後呢 我設定80 按下拷貝 好接下來就是按一下 comment加d Ctrl加d 它就往中間一直進去 好一個通心源方向 進去 好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是 點選 筆刷工具 我要把我的 這些 字母 通通把它拉到 筆刷面板 拖曳進去之後放開 選擇變成圖樣筆刷 按下確定 好然後再按下確定 它的圖樣筆刷就是 你只要選你的 線 然後點你的圖樣筆刷 點 它就會跟著你的圖樣筆刷 去轉圈圈 所以我現在就是點一個線 然後再點一個字母 它就會轉圈圈 那配合我們的線段 你可以按住 shift鍵跟alt鍵 按著縮放 調整它的字母堆疊位置 好所以現在就是一個圓 給它一個字母 填 好那當然你字母可以換不同的色 然後再把它 陸陸續續拉到 筆刷面板做成 圖樣筆刷 確定 再按下確定 好然後你就可以點 然後 點一下 它就會進去上 上色 繞圈 好這就是圖樣筆刷 跟著你的線段去跑 好 那 用這個方式呢 做完了 所有的堆疊 然後背景色再給它壓一個 黑色的色塊 那我們中間在打上我們要寫的字 或是你的一個代表性的字之類的 那就這樣會 形成一個聚焦的曼陀羅風格 圍繞著中心去做旋轉 好 以上就是曼陀羅風格的概念設計 好那你可以去試一下吧 好以上